美国大选进入倒数计时 也加重川普政府大打台湾牌策略 继上周批准对台520亿军售案后 美国国务院7天内 二度批准对台军售 学者分析政治考量居多 在他这个任内之前 他的一些军火商的伙伴 他必须要做一些仇佣 所以要把这个地友赶快处理掉 川普选情不利 可能是加速对台军售原因 因为在上周21号 美国国务院才批准 将长城空对地飞弹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还有F-16新式征兆夹舱军售案 这周则是批准 暗制鱼叉犯件飞弹 等于7天内 台湾总花费勾达1198亿台币 也是我国近4年来 经次于去年F-16军售案后 最大规模采购 再度挑起中国敏感神经 中央决定采取必要措施 对参与此次对台军售的 美国企业 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 表现恶劣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 实施制裁 美中关系成为大选重要指标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根据美国各网站民调总结 发现拜登在领先的铁票区共有259票 川普则是204票 民调落后拜登大约5% 在两方差距不大的情况下 摇摆州都是关键 但有台的川普如果败选 美台关系会改变吗 现在几乎有人可以说 现在美中台三面关系里面 台美是好像叫做结婚型的关系 谁上来大概都不会改变 那只是拜登可能在反中的 这个手段上面会比较不一样 他可以纠结 欧洲的盟邦 然后跟他一起加入一个 比如围堵中国的一个团体 如果随着美选进入倒数季时 宣签川普加重台湾牌的力道 虽然选后台美关系 不会出现重大改变 但就怕两岸局势从此回不去 欢迎新闻红星与郑海中台北报道